记者林晓云台北报道,教育部第二期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计划下,六大整合创新教学联盟计划, 今在台北花博公园流行馆办成果发表会,集结30所以上大专校院,超过300名师生投入, 展出以改善生活及场域上的问题为目的,运用科技开发出结合创意与趣味的作品, 共有超过60个以上的摊位作品,林晓的大龙国小野派出学生街舞队大鼓队进行开幕式表演, 因正值周末假期吸引大量的参观人潮,教育部正次姚立德新政院科技汇报之密蔡志宏出席开幕式, 从教育及科技发展等角度与参展的团队讨论互动, 现场也设置DIY与体验区让参观民众免费参加,让参与民众一同化身成为智慧生活Maker的成员, 现场摊位多元丰富,另如智慧种子联盟的水质检测摊位, 可进行水质进化系统的观察,以及监测仪器与河川守护通报系统的操作, 借由水环境科普教育的实施,唤醒对水的关心与爱惜, 另外智慧农推联盟也推出以农村产业与科技新兴体验的格外品的转转人生, 参与着可自制专属的创新创意茶包及番茄生产履历等等。